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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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卡士哥继续到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要看到古文凡书 看到163页 16345678 第二段看第二段应该是中间这里 我看在哪里 第二段的第七行 我们先从第六行开始看 第五行 第二段的12345 愚痴无稳凡夫 见色是我 欲我 我在色 色在我 这个就相战 设想形式是我 欲我 我在色 色在我 好 那我们讲到这里吧 好 那底下 那么开始一一的分析 那这个是阿弥陀佛 这是阿弥陀佛里面常说的 那么分析这个我 因为无我 你要得无我 你要先知道那什么是我 那一般我们认为的我 那么这里 那基本上从 从这个四个地方 那也可以讲三个地方 也可以讲两个地方 那么来说 那么一个一个分析 那么色诵想形式 是我 欲我 相战 那底下就开始讲 一个一个分析 什么是见色是我 那么好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 他的一个 所谓分析这个我 因为他要从这里 去除掉你对我的任何一个执着 那我基本上他就是五蕴 从五蕴来讲 那有时候也从六处或六戒来讲 那么有时候从缘起讲 那么他一一去分析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就色 因为这里是蕴相应 所以从色 受想形式说 如果我们讲两种 那就是常见断见 如果讲三种 那就是 是我 欲我 相战 我们先这样讲 是我 欲我 相战 他通常都一样 拿地下 一样 是我 欲我 相战 是我 义我 相战 那是我 是断见 我们叫做什么 击运我 色及是我 受想形式 及是我 及这个运 这个运当然包括五运 色受想形式 所以他有五个 那这个 这个跟这个都是常见 这个也是常见 这两个都是常见 这个是断见 应该这样写 就这样写 这个是断见 那么这两个都是常见 如果从两个来讲 这个是常见跟断见 非常非断 当然你也可以从 不依不依不来不去 但是基本上 这个是常见 这个是急运我 急色受想形式是我 这个其实他有 离运我 这个是离运我 这个也是离运我 但是这个相战 有一点不同 这个也是离运我 所以应该是 这里是急运我 然后这里就是离运我 这就是离运我 这里是急运我 然后这边是离运我 这边是离运我 这里可以是离运 然后这个相战它两个 所以也可以讲四个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那就是我在色中 色在我中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这个是相战 应该是这个是离运 这个是相战 那其实这个可以 离运我 离这个五运有我 那这里不是离运我 刚才讲错了 离运我 这样没错 那这个是相战 我在运中 运在我中 如果两个就是 长剑跟断剑 长剑跟断剑 这边是长剑 这边是长剑 这边是断剑 那么急运我离运我 那么相战 好 那如果讲五个 中路里面讲五个 还有一个相属 叫做五球门 那这个又 这就是一般很难在这里分辨 讲一个叫做相属 就是五球 那么就变成 就互相属 那就没有谁在谁 就一样 那这个有 这个应该是所谓的 有这个 这个运大 我在运中 我比 我比较小 运比较大 运在我中 运比较大 我比较小 那这个相属应该就是 我跟运一样 大概是这样 但是这个比较少 这个阿安金很少讲 没有讲 但是在中论里面 五球门里面 它列的 还是成果之道 应该中论里面的样子 成果之道里面 也大概有讲 五球门 从五个地方求我不可得 那一般是讲这四个而已 再简单一讲 就讲两个而已 就讲两个而已 那一般这个 一般这个没有说 那从这四个里面 又分出二十个 因为这里有五个 这里有五个 这里有五个 就变成二十种神剑 那你只要有其中一个 你只要有其中一个 你就是有我 你只要有其中一个 就二十种 那你 比如说是我 设所掌心是设所 你执着设是我 受想形式不是我 那么 但是你 你不认为受想形式是我 但是你认为色是我 你认为 你不认为色是我 你认为受是我 那么只要一个 那么 就是有我 那么有我就有生死 所以他通常会说 这个叫做二十种神剑 这里叫做二十种神剑 那神剑是生死的根本 所以你只要破了这二十种神剑 那么基本上就是变成 灭了二十一节的生死重罪 那基本上是怎样 那是很多的意思 好 那他这里 现在来一一来分析 这个相熟我们就不讲 那基本上就是讲 两种 三种 是我 亦我相在四种 我在云中 那五种就是相熟 相在相熟 好 那 基本上他一一来分 那色 从色开始讲 阿罕经都习惯从色开始讲 那么如果到了波罗经 大圣经典 基本上统一讲心 这个就不一样 好 那么色这样 那么受想形式也是这样 所以 像星星讲的一副如是 就简单 那但是阿罕经基本上 第一个讲一次 最后一个讲一次 中间省略 他会这样 好 我们来看 所以他接着讲 这个是前面的 上次我们也有讲过 那 他说 云和见色自我 你看 就第一个来讲 那么 得地 一切入处 那么 一切入处是十二 那基本上 他是修 这个 比如说这里有修 地水火风清黄赤板 那么 通常他是修官 修官 那 那 那 这个 一切入处基本上有十个 地水火风清黄赤板 还有一个是空 还有一个虚空 还有一个修 那么 他 他 比如说 那你在修片处 地片处 你修地片处的时候 他这么说 得地一切入处 正受关于 那么 作试念 地即是我 我即是地 我即地 唯一无二 不亦不贬 那 后面的 水火风清黄赤白 那 这里 总共加起来是八个 那么 他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 你当你在修这个片处 那因为片处 他会片一切处 那么 你就会 你 比如说 他 那么 还有光 那一样 那么 你入这个地中的时候 入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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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处的 就是 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关 正受关 就是你入这个片处的时候 那么你会认为 那么 这个就是真我 地就是真我 水就是真我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 一样 你看他讲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 地 然后 最后一个是白 他只讲这八个而已 就片处这八个 好 那 所以他这里 白 即是我 我即是白 我一为二 不一不别 那么 当你的心 一切入处是修 十片处 那么十片处里面 他的心 那么 变成是 你会认为 那么 这个心 你能关的心 跟所关的静 是一的 合而为一的 那你就在这个静上 执着为我 因为你 这样关 他就成就这样 所以 世明 社即是我 那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解释 那 一般 一般我们的 建设是我 他并不一定是 从禅定中看的 这里是从禅定中的 就十片处里面 这里讲八片处 这里就讲八片处 那么 一般 一般的建设是 我是建 我们这个身体里面 有时候讲 眼耳鼻则生 有时候讲 地水火风 所以 戒分别观 我们知道 五庭心观里面的 戒分别观 就是在 对自我指的 就指走由我 那建这个色是我 那么 三十二分 三十二身分 那么是 对这个色身的贪爱 当然 也可以从这边 入无我 通常我们 地水火风 是这样子 就这个地是 比较 我们身体里面 比较坚固性的物质 所以戒分别观 南传的 南传的比较 有人在修戒分别观 我们这边 基本上统一都是 念佛观比较多 他就观这个身 那么属于物质性的 属于跟水一样的 地水火风 就观这个 那主要 主要其实是 主要其实是 地跟水 然后当然气息也是 温度 这些都是 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但是他这里的 地水火风 他不是 他就是观 观这个地 比如说你要观地的话 石片处你要观地 你要取一方地 比如说那一块瓷砖 那你要去观的 那水也是 取一碗水或一盆水 或取一个蜡烛火 取一个烛火 然后这样去观的 我在福远的时候 曾经想要修 修这个火观 我就点一根蜡烛 它有两种 一种就是点蜡烛 一种就是点一盏灯 那蜡烛会 会闪烁 那灯不会 但是仔细看还是会 那么你就去 关那个光明 那 那个灯是关那个光明 然后 这个蜡烛是关那个火片 但是也可以关那个光明 因为听说 这个 那个跟 也可以修火片 但是光明是 取那个光 跟取那个火不一样 那为什么要修这个 因为我眼睛不好 听说可以得天眼通 后来 后来想想 不要修了 那么 基本上 基本上像这种修法 我们比较少了 就是片处 地水火风 清黄赤白 那清黄赤白 这个能源经里面也有 就二十五元通里面 有修地片水片火片的 那么清黄赤白 我们也很少修 那么西藏比较有 西藏他们基本上就是 绿度母 白度母这种 那其实他就是 关清黄赤白 本尊 以这个为方便 那么把这个颜色 跟这个 跟这个本尊结合 然后去关 然后你关成的话 一切都是青色 一切都是黄色 你会发现到 好像是微星所限这样 类似像这样 那么你在这一切处上 一切入处 那么一一记我 所以这个解释 跟他前面 那么对于这个色身的 这个建设是我的 这个解释 其实这个是从 禅观上里面去说的 我再找一下 看有没有那个 建设是我 他不同的解释 他这个是从 从你修片处里面去说的 好 那我们在我底下看 那这是他的一种 好 那他又说 那么云和建设亦我 这是第二个 第一个是建设是我 那是有人在修 十片处的时候 他这里是讲八片处而已 有人在修地水 我望青往赤白的时候 那么直接把那个禁 那个禁 那个禁就是色 其实色身相位处都在色里面 都在色法里面 但是这里的色法 通常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地水火风 青往赤白 它也是色法的一种 那青往赤白是形色 形状 显色 可以显现出来的 好 那么 第二个 建设亦我 那么 他说 云和建设亦我 就色不是我 那色不是我是什么是我 就受想形式是我 就是色不是我 那有可能是受是我 想是我 行是我 事是我 反正色不是我 就是因为色跟心 有很明显的分裂 色是可见的 心是不可见的 那么 一个是物质的 一个是非物质的 好 那么 通常建设是我 都是唯物论比较多了 好 那么 建设亦我 就是色不是我 那一般我们讲 是我 亦我 那是我就前面的时候 想形式 先讲色 那是一般来讲 是我亦我 就色 是我 色亦我 好 那 比若 若比 假设 什么叫色亦我呢 假设他见 寿是我 那当然寿 当然 寿就不是我 那想形式 也不是我 是我所 其实是这样 所以 就是 寿 不是我 寿是我 那如果寿是我的话 那 跟寿 寿想式是一起的 寿想形式 就是我所 其实 它是同属于心的 心里面有分 其实就是 这个色是我 跟心是我 一般我们分 唯心论 跟唯物论 通常是这样 那么 这个世间 看待这个身心 它通常有三种 三种说法 主要 一个叫做唯物论 唯物论就是说 见色是我 唯心论 见这个心 受想形式是我 都是唯心论 就是这个心就是我 另外有所谓的多元论 有二元论 色跟心都是我 或是在色心之外 还有包含其他 但是主要是色跟心 都是我 一元论 一元论是 色或心是我 二元论 色心都是我 相战 相属 这个都是我 那么 或者多元论 除了色心之外 还有其他的 那么也是我 比如说 都不太一样的 那这里基本上 比如说 那么 色 见色 是我 那当然受想形式 就不是我 那见色 意我 那么 见色 意我 意我 就不是我 那不是我 那什么是我 那么 如果见色意我 那么就是 受想形式是我 那受想形式 哪一个是我 如果说受是我 如果说受是我 那么 想形式 就是我所 想形式 因为他就设受想形式而已 就设 受想形式 五印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我 那这个就不用讲 就不是我了 好 那这个不是我 那哪一个是我 受是我 那这里呢 那他是因为他同类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所 是我所 那反过来也一样 如果想是我呢 那受形式就是我所 如果行是我呢 那受想式就是我所 如果式是我呢 那受想形就是我所 属于我的嘛 因为他同类的嘛 因为 因为出去受想式啊 跟城市合合处去受想式 所以这个是会同时 同时存在的 它是五片形形 什么嘛 那五片形是 处作意受想式 那作意是部派女院 后来加进去的 那具体就是 处受想式 那一定要有事 不要别 那这些就变成我我所 好 所以有时候讲 无我 无我所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是 建设 那设也是我所 他如果说是这样 就变成我所有的了 那这个也是我所 假设 这个是我 那这个基本上 这个设 包括这个设都是我所 是属于我的 好 我们往底下看 然后他这里 我看一下在哪里 好 那么这个是 建设义我 这是第二个 我们给它标注就可以了 我会 这个没有办法 好 若 那第三个 这个是名设 义我 设义我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云和我中设 就是我义我 现在解释 相在 相在有两个 就是 我中有设 就我中有运 运中有我 好 那我们给它标 不然这样会 就是会比较乱 第一个是 建设是我 他解释 云和 然后 第一个是建设是我 第二个是建设义我 第三个是 建我中设 就我在设中 翻译的问题 我中设 我在设中 设中 有我 好 那先看 我在设中 我中设 为 建设是我 设在我中 那么这个 所以 这个 这个基本上 那 如果说建设是我 设在我中 那设就是我 那基本上 这个也是 那有所谓的断鉴的部分 就设 不是 这 建我中设 建受是我 这个是受是我 那如果建设是我 那就是断鉴 那建受是我 这个受是我 那么设在我中 设就是在我的里面 那么想行事 是我 设在我中 所以它这里的 所谓的 它详细的解释就是说 我中有设 那第四个是 设中有我 那什么叫做 我中有设呢 比如说它认为 受是我 所以设在我中 想行事是我 然后设在我中 所以 它先写是 我中设 我中有设 好 这我们还是写一下 我中设 我中设就是 我中有设 那我中有设 这个我 从这个我来讲 这个是相在的部分 相在就是 我中有设 设中有我 见 我中有设 见设中有我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设中我 设中有我 我中有设 好 那么 我 我是什么 那我就是 受想行事是我 所以它是属于 常见的一部分 这个是断鉴 这个是我 我是或者 这个我 这个我或者是受 见受是我 我们从这边看比较容易 受 想 行事 好 那么 你见我中设 那表示这个设 这是我中有设 那么 那什么是我呢 受是我 如果受是我 如果受 受是我 那么设在受中 设在我中 如果想是我 那么设在想中 设在我中 那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 看这样比较清楚 好 那底下 我拿来看这边看 那 它第四个 第三个就是 我中设 所以说设在我中 想行事是我 就是受想行事是我 那设在我中 简单讲 就是或者是受 或者是想 或者是行 或者是是我 是我 那么设在我中 就是我中有设 那么 另外一个 第四个 见设中我 设中有我 那么 什么叫做 这个 云合设中我 见受即是我 或者想行事 即是我 那么在设中住 在设中住 那设就比较大 设中有我 设就比较大 这个受在设中住 设中住 那这里是 这个设在我中住 就属于我 所以它就是 所以它说 这个是 我中有设 这个是我大 设小 设中有我 设大我小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于设中住 入于设 周遍其事体 事体都是设 见想行事 是我 于设中住 周遍其事体 世民设中我 这个想 骗于一切的身体 那这样就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 这个其实是 从义我 原生来的 好 那 大概就是这四种 那后面 那他一一的来讲 你看 他讲 那么 第四个是我中设 如果第五个 受其事我 那么 他又开始讲 受其事我 六寿生 六寿生是 远处生寿 因为受主要 受主要从 他的境界来讲 即使就是 苦受 热受 不苦 不乐受 或者 喜受 忧受 讲二受 苦乐 讲三受 苦乐 不苦 不乐 讲五受 苦乐 喜忧舍 那么如果 从他的 深处来讲 为什么 深处这种受 就是从六入处 所以叫做 六寿生 远处 深寿 耳鼻舌 深意 处 深寿 那么 基本上 那么 这个叫做 受 其实我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也是写一下 好了 因为 这里写太多了 那如果你没有把它 如果你没有把它 分段归类 会乱掉 那么 一般我们讲受 但是 也有从苦下所得 比如说 无常故苦 苦故无我 但是他这个 他自从六入处受 受有两个 一个是所谓的三受 一个是所谓的六受 三受是 那个受的境界 那六受 六受就是六受的生 就是从受的生起 根源来讲 那这个是所谓的 苦乐 苦 乐 舍 舍就是不苦不乐 那通常是讲这三个 不拍再多两个 喜跟忧 就变成五受 喜跟忧 就变成苦乐喜忧舍 好 那么 这个六受 当然我们就叫做六受生 其实这是六受 那六受就是眼耳鼻上生意 从六入处 眼 眼处生受 因为眼接触到境界 跟眼四合而 所以产生的受 就眼处生受 那么眼处生受 不会离开三受 或苦不受 眼耳鼻舌生 所生的受 这个是根源 产生这个结果 其实是这样 眼耳鼻舌生意 色生相畏触发 那么加上是 这个是根尘合合生 这个是根 这个是根 这个根 学这里 这个是根 这个是尘 就是尽 那么根尘合合会生事 会引发 心的了别 心意识 会引发 事的了别 那么 根尘合合会生事 那么 根尘是合合会生处 处就是 那么 会引发心理活动 反应 那么 所以 这个是就是六四 六四 那么再加上 根尘合合 当你眼睛 面对境界的时候 那么你的心 就在 就 就根据你的眼睛 对你眼睛 所对的境界 起分别 了别 所以叫做眼事 所以叫做根尘合合生事 那当你了别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心理活动 叫做根尘是合合生处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说 当你眼睛 闭起来 你就是一根而已 你眼睛一打开 就电风扇 在吹 或者吹到这个 看到就吹到阿弥陀佛 当你眼睛 看到境界的时候 那么 你就 是 它会自动起了别 除非你的眼睛 眼睛坏掉 那没办法 或是你心不在焉 你视而不见 那也不会 那个就是 你的事没有对这个境界起了别 那你 声音也是一样 耳朵听到声音 你在听我讲课也是一样 那除非你心不在焉 你在想另外一件事 你 你 你这个听而 听而不闻 就是你 你没有办法去识别它 你是 你是用意根在识别 另外一个法 法层境界 想过去想未来 所以 刚才讲什么 你根本就没有听 听也没有听进去 但是一般是 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它就会引发心 根据 就是你的心 根据 根据这个眼根 所看到的境界 去了别 这个是阿弥陀佛 这个是窗屋 这是谁 这是谁 人像怎样 所以叫做 根层和合生事 根层是合合生处 处 一旦处就会产生 就会产生 三种心理反应 心理活动 它是同时有的 叫做受想事 所以叫做处聚受想事 这个是很常说的 就是根层和合生事 根层和合 那么生事 生这个事 生就是生起 引发生起 那么根层是和合生处 都要聚主 和合就是聚主 你少一个不行 那么生什么 生处 处就是心理活动 它是在说受想事的 心理活动 总说的 那么处 处聚 生 处聚生 就是同时有 聚生生起 受想事 所以他这里讲 我们来看他写的 六处生 我们讲这个受 那么你眼色 眼视 耳视 鼻视 蛇视 身视 意视 那么就会产生 所谓的受 处 处受想事 先有受 苦受 这个受 受就是这个受 苦受 肉受 不苦不肉受 那么想 有种种想 好的 不好的 粗的 细的 圆的 细的 反正有种种 你会有种种想 那么 其实有种种像 那么 过去的 我们说过去的印象 未来的想象 就一直一起在这边运作 在这里运作 然后开始 透过受 透过想 那么基本上 因为过去 因为未来 现在的境界 联想到过去 联想到未来 那么 在 经过你的经验 综合的判断 那么你 产生一种决定 你要怎么反应 比如说 我看到 这朵花好漂亮 我把它摘回去 我去闻一下 它的味道 我去看清楚 你开始会有反应 就是 经过私心所 做抑制 做审律决定 那么动发牲口 基本上是这样的 所以 这个瘦 六瘦身 就会产生 这种三瘦 或五瘦 好 那它这里 它这里说 这个 剑兽是我 为六瘦身 眼处伸受 而鼻舌身 意处伸受 此六瘦身 一一剑是我 那么你 执取这个瘦 是我 或者执取 那这个瘦 基本上就 从六根生起的 那六根产生的 就是苦 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好 那么你从这里 一一见识我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 这个 受忠我 我忠是 受忠我 因为第三个是 这里是在解释 受忠我 受忠我 受忠有我 那云和见受是我 好 那么云和见受益我 就受是我 益我 不是 这个是在讲受是我 受其是我 不是受忠我 受忠我是前面的 就受受想型是他一一讲的 受有四种 然后受也有四种 好 那 所以这个叫做 受其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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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受其是我 从六个地方产生 产生三种结果 苦乐不苦不乐 好 那么见受益我 开始又 受是我 益我 受是我 益我 相战 他就是这个次第 受是我 益我 那么相战 受是我 益我 相战 受中有我 我中有受 受中有我 我中有受 想中有我 我中有想 后面差不多都一样 都是这样 好 那我们看就好了 不用一一详细解释 那只是他这里的解释 跟我们一般 比如说受的解释 它是从八片处里面 来说的 好 那受是从六路处 来说的 那本来受就是从六路处产生的 六受生产生的 好 那再看 他 因而见受 亦我 为见色是我 受是我 受 那么 这个受不是我 不是我是什么 是我 是我 他是这样 就是说 色是我 受是我 所 想行事是我 受是我 好 所以 他这个受不是我 他指的是 你认为受不是我 那就是认为色是我 或是爽行事是我 其实是这样 就是五运里面 其他的事运 你执着任何一个运是我 那么受就是我所 那一样吧 你五运里面执着色是我 那受想行事是我 那受想行事是我 我所有的 属于我所有的 那么执着受受想行事 都一样 其他的事运 就是我所 他这里是这么说的 所以这个叫做色 受亦我 受不是我 那就表示 其他的四个是我 不管你执着哪一个 他都是 那么受就不是我 就是 你可以执着色是我 想事我 行事我 事是我 你就是没有执着受是我 所以受 当你执着这四个是我的时候 那个受就是我所 好 那么云尔 见我中色 那么色是我 受在其中 因为 如果我们有那个断句的 就把它分一段一段 就会比较清楚 它现在混在一起 因为有一点一样 有一点相似 那有时候我们会乱掉 所以你必须把它分开 但是你概念上知道 这个就是色受想形式 它就分作 它就分作三大类而已 就是 是我 亦我相在 那相在就分作两大类 我中有色 色中有我 那我中有色 是我比较大 其他的受想形式比较小 那 运中有我 色受想形式比较大 那我比较小 好 大概你就从这个角度去看 然后来看这些文章 那其实它后面都是一样的 后面受想形式 这个说法都是一样的 好 那云而见寿宗我 那么 为色是我 于寿宗住 在寿宗安住 周遍其事体 想形式是我 那么于寿宗住 周遍其事体 这个是寿宗我 那想是我 就是六想生 那寿宗我 一样 它也是 也是这个 在我中住 那想是我 前面是六寿宗 那这里是六想生 因为想就是我 那么 远处所生想 那 出 就会生寿想 思安 所以也有六思生 六寿宗 六想生 六思生 寿想师 好 那现在讲的是六想生 就是 眼处所生想 耳鼻舌生意处所生想 这个六想生 一一见识我 你看它就没有仔细讲了 就一一见识我 好 这个叫做想及是我 那么 什么叫做想意我 到这里 已经是第十个了 你就一个一个写 你就发现 它其实就 然后把它分段 一到五 六到十 然后十一到十五 十六到二十 就四种 你就把它分段就可以了 那全部它列起来 是二十种 好 那现在讲到 这个 这个 六想生 那六想生 后面其实就是六思生 那么 六想生 那我中想 那一样 那想中我 这个是 这个是也一样 就想的问题 那么另外 所谓的见形是我 色受想形 那形是六思生 那为什么它不说六行生呢 为什么不说 色受想师世呢 一般 一般是这样 所以这个形 记得 这个佛法中的形 有三种 我跟大家讲过 不知道记得还没有 那三种 佛法中的形 有三种 那三种 你 你从小的开始背就好了 三法运 五运 十二远起 那你 你三五十二 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从五运开始说 从它的范围 比较大的说 那范围最大的是哪一个 不是 对 你从小的开始背 三法运 三法运的形 三法运有哪一个形 诸形无常 三法运是诸形无常 诸法无我 它有一个形 如果从树木字来看 就是三五十二 三法运 五运 五运的形是什么 诸受想形式的形 诸 受 想 形 是 的形 有一个形 那么还有十二远起 十二远起的形 如果你依数字 就三五十二 就三个 那如果依它的范围的广大 你又可以另外一个背 十二远起有哪一个形 无明远行 行远世的形 无明远行的形 无明远行的形 那行远世 有这三个形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五运的形 但是五运的形 叫做六师生 它为什么不叫做 直接讲 色受想 失事呢 或者为什么不直接讲 六形生呢 那 基本上我们先来理解这个东西 哪一个范围最大 这三个是不一样的 哪一个范围最大 三法印的形 三法印的形是指什么 三法印的形指的是什么 它形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是形 形的定义是什么 对 所做的 就因缘所做的 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面 一切因缘所生的 所做的 都在形里面 那这个就是什么 一切有违法 那凡事有违法的必有生面 所以又叫做诸行无常 你知道吗 三法印是诸行无常 三法印 诸行无常 我们把这个稍微解释清楚一点 他为什么要用诸行呢 他为什么不用诸法无常呢 好 那主要在这个形的定义 你可以讲诸行无常 但是你不能讲诸法无常 为什么 那可不可以讲诸法无常 其实你要看 你的诸法是指的哪些 但是他为什么不讲诸行无常 或诸法无常 他为什么不讲诸法无常 或讲诸行无我 他这里讲 我们现在讲这个形 现在要让大家弄清楚 这个形到底是什么 他为什么不讲诸法无常 对 他有有为跟无为 无为法不是无常的 为什么他不是无常 他不是因缘生的 他不是所做 造作的 这个形是所做 所做法 就是因缘生的 因缘所生法 因缘所做的 有因缘缘世间级 有因缘世间的 因缘所生的法 因缘所生的 所以他是所做的 所做性的 那么凡是因缘所生的 他一定是无常 那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形 这个形 就是一切因缘所生法 一切因缘所生法 就是我们见到的一切现象 所以我们基本上把这个形 直接说做什么 诸形叫做什么 一切有为法 有为我也是造作的意思 就一切有为法 所以我们这么说 所以叫做一切有为法无常 所以这个形 指的是一切的法 包括整个五蕴 都是诸形无常的形 整个五蕴都是 那五蕴里面的形 色受想不包括在里面 所有的五蕴都包括 所有的三界六道有情 这个世间有情 有情世间 国土世间 五蕴世间 全部包含在什么 全部包含在诸形里面 所以讲世间无常 也是这样 世间是苦也是这样 因为无常故苦 所以三个世间 都包含在诸形里面 好 那这个是形 这个是诸形无常的形 那五蕴里面的形 我们来讲这个 他为什么要讲六诗形呢 那么五蕴里面的形 指的是什么 不是 你刚才那个审立决定动画 那个是诗形手 那个不是形形手 我们现在把它分开 很多人还是不清楚 这里 他为什么不讲 他形为什么讲六诗形 然后形形手跟诗形手 有没有一样 这个是心手 对不对 这个是生 这个是心 这个是心手 或者这里都是心手 假设这个是心 这个是心 诗是心 心意诗 心集起为心 诗良为义 那么了别为诗 那么它基本上就是 心的了别作用 所以叫做 叫诗 我们还是写一下好了 法华是友善 这个是拒责论的解释 那大制作人解释又不太一样 集起为心 集起就是积聚 过去的 未来的 都在这个心里面 那么诗良为义 那么这个了别为诗 那其实 这个了别就是心的 心的了别作用 心的思量作用是义 那么现在讲 色色 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去看 六路处为什么讲义 不讲心 不讲是 五蕴为什么不讲心 只讲是 它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色色的讲情是 行心手跟诗心手 假设这个是心 那这个就是心手 属于心的 是不是 那受心手 我们刚才讲过了 受心手就是 苦受 热受 不苦不热受 喜受 忧受 就是主要是 苦受 热受 不苦不热受 三个而已 从哪里产生 从六路处产生 那么六路处 可以产生受 想 诗 不是产生受而已 受 想 诗 那么受心手 苦 热 不苦不热 想心手 种种想 好的不好的 粗的细的 我们就演一大堆 那么主要是这个行心手 行心手不等同施心手 你看那个五位七十五法里面 有很多心手 善的 恶的 非常的多 我们如果有句子论来看 非常的多的心手 那么 这些心手 都在行心手里面 行心手是非常广 除了受心手 跟想心手 除了受心手 跟想心手 其他一切的心手 都叫做行心手 都在行心手里面 那行心手 心手是很多的 心手是非常多的 有这个 有这个 比较不好的 普通不好的 就是善 大善 恶 大恶 你们 没有拒责 就你翻一下看一下 里面有非常多心手 有三十几个 还是几个 白法里面更多 那有非常多的心手 那么不是受跟想之外的 都在行心手里面 那么四不算 心他是心 六四 八四不算 如果白法的话 八四不算 那么受跟想不算 其他都是行心手 那所以行心手 是包含一切的心手 除了受跟想 除了受跟想 一切的心手 都归在行心手里面 那你知道吗 那但是他就是 古语里面的行心手而已 但是私心手呢 不是 私心手也在行心手里面 私心手是行心手里面 最主要最重要的 造业最重要的 因为所有的心手 到私心手里面 省力决定动发 他开始动发生口造业 所以决定业 善业恶业 那么成手不成手的是 私心手在决定的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行心手不等于私心手 但是私心手是行心手里面 具有关键性跟决定性的一个心手 是这样 所以私 那私主要有省力决定动发 那么它也是来自于 所谓的根层合合生事 根层合合生事 根层是合合生处 所以叫做六私生 六私生 那前面是六受生 六想生 六私生 因为私是决定性的 比较关键性的 行心手里面关键性的心手 其实是这样 好 那我们把这个讲完了 那十二元起里面的行 十二元起里面的行 它这个行有两种说法 从结果来讲 它就是业 我们叫做一业轮回 就或业苦 或业苦 后面就是老病死又被老苦 其实是这样 从一业 这个行就会叫做行业 从它的因讲 这个是从它的结果讲 它是业 从它的因讲 它为什么会造业 因为无名跟这个私 私心手 我们说这个是造业的关键 有没有 私 造三业 造二业 有肉业 无肉业 最后都依这个私 所以它是私心手相应的贪爱 无名贪爱 那么所形成的业 所以这个行 如果从它的结果来讲 它就是业 如果从它造业 造业的根本来讲 它就是贪爱 其实就是这样 跟以私心手 就是私心手 你去爱 你去造作这个业 是因为你贪爱 那么贪爱的结果 是从私心手里面 神力决定动发 去造业的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你可以说 无名造业 一业有轮回 无名为父 贪爱为母 而有众生 无名行 行原始 始原名色 无名行之后 有始跟原色 有五运 有没有 始名色就是五运 我们先下课好了 等一下我们有空再来讲清楚 我 我 感谢观看